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必须连接WiFi热点和网络才能使用 它的操作也很简单 首先连接网络 选择想要翻译的语种 最后按翻译键进行翻译 说话就可以 翻译的文本会在屏幕上显示 翻译出来的语音也会随机播放出来 您好 您好 今天新鸡鸡 我想要去车站 明天什么时候有航班 现在我来换韩语 我爱你 韩语翻诸文 我爱你 我想吃韩国菠菜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Hello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Jesse What about you 我叫杰西 你呢 我的名字叫迈克 My name is Mike 很高兴见到你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I'd like to go shopping Could you go with me 我喜欢去购物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好啊 我们去走吧 All right let's go 老板 这个东西多少钱 How much is this This is twenty dollars 这是一个二十美元 有一点贵啊 能不能给我便宜一点 It's a little expensive Can you give me a little cheaper All right I can give you a discount You can pay for me at 15 好吧 我不给你折扣 你可以付我15公镑 All right I will give you one discount You can pay for me 15 dollars 好的 我会给你一个折扣 你的公司给我15美元 好的 谢谢你 好的 谢谢你 你好 司机 我想去机场 Hello driver I want to go to the airport All right what's the time about your flight 好的 你的航班几点了 我的航班在11点上午 My flight is at 11 o'clock 请尽快到机场吧 谢谢你 Please get to the airport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OK I will be there soon 好的 我会马上就到 你好 前台 我想订一间双人房 Hello front desk I'd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Oh sorry we only have one single room now 很抱歉 我们现在只有一间单人房了 好吧 谢谢你 我要去找一找 Well thank you I'm going to find another one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比较常用的 还有就是泰语啊 韩语啊 等等 试下泰语 你好 我想去大皇宫 你好 我想吃泰国的食物 请问这个地方怎么去 我会去Satani Handini 能做什么 我想去机场 我会去Satani 我需要去Satani Manguere there are no restaurant Manguere有什么好玩和好吃的东西嗎 有什么好玩和好吃的东西吗 Ver as you can prie 真的好 有什么好玩和好吃的东西 然后现在来看一下韩语吧 我想吃韩国泡菜 我想去韩国的景点玩一玩 顺便买点东西 我想去这个地方麻烦尽快一点好吗 韩语 然后日语 日语看一下 你好我想去这个地方请问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的餐饮吗 好请带我去这个地方谢谢你 这个东西真好吃请帮我再来一份吧 我要去这家商店 可以给我再便宜点吗 给我再便宜给我一个折扣的话 我就会买它 然后最后再试一下最近还有一个语言就俄语 最近不是有试验吗 看一下俄语怎么样 莫斯科我来了 我要去莫斯科的这个什么什么故宫玩一玩 然后我要去莫斯科看2018年世界杯 我要去莫斯科看2018年世界杯 我要去贝加尔湖畔放羊 我去贝加尔湖畔放羊 我去贝加尔湖畔放羊 然后我要去海明威的故乡 然后我还要去圣米德堡 我要去圣米德堡 我要去圣米德堡 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了 因为大概都是一些 简单的旅游的常用的句子 这款翻译弹还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它价格只需要638元 性价比很高 同类的翻译机需要1000到3000元之间 第二个这款智能翻译弹 它有一个两英寸的触控屏 操作很便捷 特别是对于我们长辈来操作使用 第三个这款翻译机 它有12个语言互移 它的适用的场景非常的广 全球主流的国家都可以覆盖到 最后这款智能翻译弹 在连接WiFi的情况下 就是说有网络的情况下 翻译速度很快 翻译的这个精度也很准确 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你中音互移的这个文字 当然这款翻译弹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首先这款翻译弹不能够擦手机卡 它必须连接WiFi热点 或者手机热点才能使用 不能够提前翻译 第二个这款翻译机 在WiFi数据信号不好的时候 它的翻译速度很慢 有的时候无法识别 体验很差 第三个就是这款翻译机 它的中文以英文 就中文以外文的效果都比较好 但是外文以中文的效果就一般 还有就是这款翻译机 它的中音护译效果 比中音韩、中音日和中音其他语言的效果要好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到的 最后从来说这款翻译机 还是性价比很高 这款翻译机对一些长辈来说使用非常方便 然后适用于一些简单的出国旅游 还有基本的日常的交流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对于这个价格来说 我还是比较推荐这款 网易的翻译弹、翻译机的 Producerikum prise这款翻译机 关键 工作 功 preparations 们